我发现不管是哪年买的手机都有飞行模式 那飞行模式到底干什么用的 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 肯定会被手机工程师给去掉 其实飞行模式非常的厉害 很多时候都用得上 只是被大家忽略了而已 作用一 降低辐射 手机辐射的主要来源是 手机的信号发射剂上升的 飞行模式会关闭掉信号发射 一些孕妇和宝妈晚上会关机睡觉 但是关机睡觉就不能够用手机当闹铃了 这时候如果打开飞行模式 既可以大大降低手机辐射的同时 还能够用手机来看时间和当闹铃 作用二 省电 手机的电量很大一部分是消耗在信号上 打开飞行模式手机会更省电 如果手机快没电了 打开飞行模式还可以较长时间用来听歌和看书 如果手机快没电了 想要快速的充电 这时候可以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 手机会大大提升手机的充电速度 作用三 防骚扰 当你在玩游戏看视频的时候 一些贷款和推销电话天天打来 这时候我们只要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 不仅可以轻松回避各种骚扰电话 还可以安心的打开WiFi玩游戏和看视频 第四 如果手机信号不好 或者是欠费没网络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把手机麻烦的重启 只要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 再关掉就可以迅速的重启手机的网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